HUHU 洗臉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桌 在生活當中形形色色 是 他是中為一種人 他自己犯的錯 他推給別人 對 俗稱的 這種人很多 他的心態就是 反正千錯萬錯 都不是我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都是別人的問題 自己都不會反省 推卸責任 對 今天我們的來賓們 也都有被甩過鍋 也有甩鍋給別人 OK Julie姐 被甩過什麼鍋 我覺得我的比較平常會遇到 就是女生 妳有遇過假車禍嗎 還沒有 那妳真的算 可是我覺得我的事情 是比較常會發生在女生身上 就是 被縮嫌棄禮物是便宜貨 對 這是怎麼樣的故事 你知道女生就是心機 都會比較重一點 尤其妳有 三個女生影響 對 我覺得妳知道嗎 所以我都不喜歡 那種群組 那以前我們不是常常都會有什麼LINE群組嗎 大家在上面聊天這樣 媽媽 然後對 就一群都在裡面 都是女生 就有一次就剛好就是我 剛好快要生日了 那其中有一個女生的朋友 就說 我去了東南亞一趟 然後我想知道妳生日 所以我買了一個東西 要送妳 然後就來我家 然後她就拿給我說 啊 怎麼好意思妳還來 然後其實我真的很不在意那個禮物 到底是什麼 是那個心意 對 然後其實是一個手鍊 那它就是一個那種 就是可能妳出國在 路邊他們很多那種 手工的那種 食品店 對對對 結果呢剛好那天 當天下午 在同樣的群組裡面 的另外兩個女生 我就Call他們叫A跟B好了 這兩個人也來我們家 然後他們就說 欸 妳今天做了什麼 我說沒有啊 剛剛那個誰來我們家 送了我一個禮物 她說真的啊 我們看一下 這樣 然後我就拿出來一看 然後他們兩個表情就是那種 到底有誰會送一個人生日禮物 我說不會啊 我覺得其實還滿好的 我覺得很好啊 我說這樣大家都不會有壓力 然後他們講說 也是啦 就順著我的話 這件事情就沒了 結果過幾天之後 我就發現說群組裡面 送我禮物的那個女生 就默默的 我們在講什麼 她都不回答 就都不出聲音了 平常她都是那種很會 很會就是叫活動 講話 對 說我們今天出來 還是什麼的這樣 我就覺得怪怪 然後原來是那一天 這個A女生 就去跟這個 送我禮物的這個女生講說 妳怎麼會送Julie姐那個手鍊 那看起來很塑膠 你知道她拿出來送 她那個臉色超難看的 她自己往上加畫 她就跟我講說 她說我拿出來的時候 她那個臉表情是說 拜託 到底是誰會送我這種東西啊 所以我就說不可能 這種話不可能是我講的 然後呢 所以她就說 對啊 我也覺得 因為我們兩個就講開了 我說妳不要心裡不開心 我真的不會在乎這種東西 然後她就說對 然後她就去找這個A女生 她說人家都沒有這樣講 妳為什麼 對 妳為什麼這樣講 她說 沒有啦 其實是那個B女生 什麼 又甩鍋給B女生 她又甩鍋給B女生 就你知道那個B女生怎麼樣嗎 B女生甩鍋給 又甩給她 就是甩得我 頭都昏我後來退群組 因為她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跟你講 是Julie姐講的 就他們兩個一口咬定 A甩給B B妹甩了 又甩回來A 就是說 其實是我真的有這麼說 當兩個人都這麼說的時候 那就是我說的 我就只好 我就把這群組退掉了 對 那個東西真的看起來 就很瘦咬這樣 沒有啦 不是 你剛剛在唱我話啦 我就是會甩鍋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會害了朋友 跟我自己的小孩 好 對 這個都跟錢有關係 因為為什麼呢 我之前就講說 我看起來好像長得很精明 可是其實我對數字 是不清楚的一個人 然後呢 我每一次就是每個月 都要信用卡到的時候 如果 我現在都是用一種方法 就是只要是超出 我自己的預期跟預算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就會裝作 我不曉得那根金就不見了 我就會忘記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老公就過來跟我講說 欸 媽媽怎麼又多了一筆這個錢 我說我就會先生氣 對 我說幹嘛 我就說 怎麼了嗎 對啊 你覺得那筆錢是火花的嗎 對 當然不是我啊 你有看到我買什麼東西嗎 這個就是你兒子啊 你兒子一定 你去看 因為我老公不太看英文嘛 所以那 如果兒子在加拿大 他刷的卡過來的話 都是英文 我就會把 故意把英文的那一張打開 你看啊 你看 自己拿去上去算啊 那你這不是欺負人嗎 對 那你這不是欺負人嗎 就是這樣 你還能 他反而就嚇到 因為反正你兒子 他也不敢嚇你兒子 對 我就說 他人在那麼遠 他一定捨不得罵他 我說那你看吧 你告訴我 其中哪一條是我買的 然後他就不講話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然後你還要說幹嘛 你還要問我啊 對 我心想說 奇怪了 然後自己走進房間 其實心上跳得有點快 就很怕他叫住我 你知道 然後有時候 我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他每一次都會提醒我說 他說 你錢要帶好 然後你要帶一張信用卡 這樣子 我說好好好 我都有帶 然後我們就常常 就是幾個媽媽 就帶幾個小孩 這樣一起出國 就在附近 可能日本啦 韓國啦 這種地方 我們就大家一起出去玩 那有一次呢 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錢也帶了 可是我帶了一張 是不能在國外刷卡的卡 所以我就只有身上有現金 可是你知道嗎 我就不知道 我就覺得 錢就是那樣一疊嘛 對 你沒有去數了多少 沒有想說 到底有幾張 結果沒有想到 欸 才過一個晚上 第二天我就發現 哇 那個錢只剩下一點點 三四張 韓國 對 因為我想說 欸 奇怪 他是摸那個觸感 不一樣 韓幣跟台幣 不一樣 樣的厚度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對 然後我心裡想到 糟糕了 這一下怎麼辦 然後卡也不能刷 我怎麼講呢 然後我就打電話了 打電話說 喂 爸爸 他說怎麼了 我說我那個 我跟你說 其實是這樣 我也不想打這個電話給你啦 可是因為 那個Melody 就是我另外一個朋友 我說Melody 她就是 每次都這樣子 她就不帶錢啊 結果她總之就把我的錢借走了 結果害我今天這樣只剩下 身上只剩下三千塊這樣子 我說你看怎麼辦 我也不好意思跟她講 然後我才發現我的信用卡是刷不過 我這邊不能刷 所以我現在身上都沒有錢 他說 怎麼辦 那你們這樣還有四天 你怎麼玩 結果當天晚上 我老公之後把派人 在這邊的旅行社給他現金 然後請當地的旅行社 到飯店直接拿現金給我 帆哥真的很棒耶 對 我會幫你處理室耶 難怪你這是命好 你什麼都不用記得 沒有 我只有 沒有 只有錢 那個Julie愛 帆哥愛到無法自拔 真的 因為你永遠就是這樣撒不隆東的 很好啊 不是 就是要 然後裝傻 對 老婆現在都學會這一套 就是明明她有問題 你只要先問她 她一定先撐去 我約會你多少錢 你們被問我們很煩耶 對啊 然後你說多少錢 你要跟我拿過來信使問 所以說這個是誰刷怎麼樣 誰刷要怎麼樣 我們沒有在乎那個錢 我們只是想 為什麼要問 就付就好了啊 比方說 你幹嘛要問你就付 對 比方說銀行傳訊息說 說那個匯 比方說您的什麼帳號 匯款50萬 對 你會不會懷疑是詐騙 會 不會 不會啊 所以 不會付我啊 會不會被人家盜 你是說如果從你的帳號50萬 到我的帳號來 你當然不用懷疑啊 當然不用 一定是我啊 沒有啊 你根本應該還打開來說 你拿的不夠多 再匯50萬給你 漂亮 我們就好先問老婆說 我問一下那個錢是你匯的嗎 怎樣 沒有 因為銀行那個簡訊 有時候不會寫說匯給誰啦 只說從你的戶頭匯出50萬 那全世界會匯的只有我老婆嘛 那我總是要問一下 因為萬一不是他匯的呢 萬一是詐騙的呢 萬一是被盜匯的呢 我大概得了 對啊 fine OK 甩鍋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但是誰都不願意背黑鍋 誰也不願意甩鍋 但是我們都做過這件事情 但是做這個事 我們之前還是先想一想 因為會有後果 是啊 什麼鍋都不能背 但是老婆如果給我們背黑鍋 我們就背吧 拜託 裡面也常給我們背黑鍋啊 最常背黑鍋的是老婆吧 真的 好啦 大家就背來背去啦 好啦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